《美國經濟第三季度增2% 低於業界預期。為恆大還債,許家印增壓9,000萬美元香港豪債》。 分析師說,中國經濟未來幾個季度的滯脹風險非常實際。 習近平被李克強劃坑,讓你獨自面對多國元首質問。 中共對國際威脅,加劇東北亞軍備競賽。 馬斯克反對富豪稅提議說,讓武出在羊身上。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士,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9日。下面是詳細內容。 美國商務部10月28日公布的初步估計顯示, 繼第二季度增長6.7%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2%。 增速放緩至2020年第二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 此前彭博經濟學家預計,美國第三季度的實際生產總值增長將為2.6%。 新的經濟增長數字低於業界預期。 消息發布後,美國股指期貨保持上漲,而美元指數下跌。 分析師指出,生產總值減速反映了美國人消費起到急劇放緩。 在上一季度快速增長12%後,第三季度的個人消費近增長1.6%。 供應年平頸、價格上漲和疫情都對美國市場的商品和服務支出造成壓力。 華爾街日報在10月份的調查顯示,若有45%的人估計, 要到2022年下半年,供應年問題才會大部分消退。 而40%的人估計,在此之前會有重大改善。 這意味著供應年問題可能持續對消費者市場造成影響, 並使通脹持續數個月。 調研機構高頻數據的美國經濟學家一份報告中說, 儘管供應年存在風險, 這可能還會限制未來幾個月的經濟擴張。 但第四季度的情況仍可能因為消費者自日前購物議潮有所耗轉。 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也證實了經濟中面臨的嚴峻問題。 他上星期表示, 現在的風險顯然在於更長、更持久的供應年評項, 從而導致更高的通脹。 我們現在看到通脹率上升, 評項會持續到明年。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 在第三季度,由於製造商難以履行訂單, 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商業投資降溫, 貿易預測增加, 反映了創紀錄的外國商品進口。 而美國的淨出口減少1.14個百分點, 住宅投資額也有所下降。 此外,在28日的另一份報告顯示, 美國上星期初請失業金人數降至28.1萬人, 創下大流行新低。 在截止10月16日的一個星期之內, 持續領取失業救濟金人數, 減少了23.7萬人。 大陸媒體報導說, 恆大董事長許家印最近抵押在香港的豪宅, 已上還恆大的債務。 根據香港土地註冊處的文件, 10月19日, 香港山頂暴力競上的一處豪宅, 房產抵押給了中國建設銀行當地分行, 以換取約3,900萬美元的貸款。 市場觀察人士估計, 該物業的價值為9,000萬美元。 據財新報導說, 這個物業是迫於恆大債權人的壓力而鎮壓的。 債權人要求為恆大的私募股權融資提供額外的淡保。 眾所周知, 恆大正在努力償還超過3,000億美元的債務, 其中一些債務已經違約。 財新消息人士說, 這個物業歸億萬附庸許家印所有, 預計他將逐步處置更多個人資產, 以符合北京的要求。 一份登記文件顯示, 該物業由資訊有限公司所有。 7月30日, 許家印的管家譚海軍成為該公司的董事。 業內專家表示, 這樣的人事變動是為了比許家印在中國大陸的時候更容易處理離岸資產。 一位專門從事豪仔的房地產經紀人表示, 這樣可以製造更多靈活性, 因為譚海軍有權處理公司的業務, 比如抵押房產貸款甚至出售。 在早些時候, 路透社報導指出, 北京政府已經要求許家印以自己的資產上還恆大的。 但是業界指出, 雖然許家印開始以私人資金償還債務。 但是最重要的是, 即使許家印的資產都被北京徵用, 恆大還是可能會出現難以避免的違約。 與此同時, 恆大自身清算資產的努力多次碰壁, 該公司放棄了出售恆大業務管理部門股份的談判, 並表示在資產出售方面沒有取得準一步的進展。 在9月份, 恆大的房地產銷售額暴跌約97%, 進一步削減了其籌集資金能力。 全球金融研究公司自指研究中國宏觀金融階層分析師認為, 隨著中國市場遭遇的能源危機影響發行, 中國未來的幾個季度出現滯脹風險的可能性毫高。 根據10月27日的CNBC報導, 分析師朱夏年說, 現在中國經濟面臨多重風險, 未來幾個月都不會有太多好轉。 房地產行業的問題嚴重打擊中國經濟增長。 他認為中國未來幾個季度的滯脹威脅已經非常真實。 在10月28日, 香港分析師蔣天明和希望之聲說, 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 中共政府還在試圖徵收房地產稅等新稅種, 而現在市場有很多藥資質企業正在出現流動性問題。 中共強行徵收地產稅, 已經顯示出中共政府財政收入下滑明顯, 現在需要另一個收入來源。 經濟評論人士古春秋也告訴希望之聲, 近期外界普遍下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都是預料中市。 原因主要是中國疫情封鎖對經濟造成傷害。 中國近期的電力短缺問題還在延續, 製造業成本大增,消費也跟不上。 更主要的是中共對市場經濟的監管打擊, 不僅被中國科技企業、互聯網企業等元氣大傷。 股價暴跌,也增加了外企在中國的經營風險。 中國的小粉紅時不時就會對外企喊打喊殺。 中共監管部門也對外企不斷開出莫名其妙的負擔, 像玉爾瑪那樣的國際大型企業都撤出了。 根據中共官會10月28日的報導,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10月27日出席第16屆東牙峰會 與美國、日本、印度、澳洲、俄羅斯和韓國等國的 最高領導人進行視頻會議, 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選擇缺席峰會。 在這次峰會上, 多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公開譴責中共 在香港、新疆等地的人權問題, 並對台海局面和平和穩定提出要求。 此外,奧大利亞還談論美國、英國和奧大利亞上月達成的 旨在針對中共軍事威脅的三邊安全條約。 這顯示澳洲準備在東盟地區發揮更大作用, 而同場出席的李克強則需要面對多方夾擊,遭遇尷尬時刻。 同日,中共官媒《新華網》和《人民日報》都刊載李克強參加東盟峰會, 在關於習近平的內容上, 大多數都在吹捧他關於東奧會的倡導, 以及習近平的體育強覺夢, 並不同時談論任何關於習近平就國際問題的發現。 近期,中共政府的代表在世貿和聯合國遇到數十個國家的圍堵, 其人權問題和不公平貿易等問題被多國代表當場揭露。 而習近平這次找李克強參與首奴峰會, 讓他獨自面對一系列的尖銳言論, 被業界認為是一場明顯的畫坑式安排。 而法廣指出,在疫情前, 習近平從缺席國際大場合的活動, 而現在的情況自然相反。 報導說,近期習近平準備面對11月份的中共六中全會, 期間他可能準備推出歷史性決議, 以幫助他的連任。 在這樣的情況下, 習近平在對國際的問題上有所忌諱, 他可能出於安來需要, 專注於發展起其黨內自本, 而現在正處於黨內鬥爭的關鍵時刻。 國際業界警告說, 中共政府的威脅已經帶來了東北亞軍備競賽的緊張局面。 根據印度媒體報導, 10月27日, 印度成功測試了射程5000公里的烈火5 地對地洲際彈道飛彈。 這測試在中印兩邊境對視難解的情況下進行。 印度國防部說, 這樣的測試符合印度政府政策, 擁有最低限度的可信威脅力, 也支持不首先使用的承諾。 在近日以來, 中美政府圍繞高超音速導彈軍備實驗產生對視, 而台海局勢也在近一段時間內不斷升級。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說法, 中共已經在今年8月間, 兩度測試具核能力的極音速武器, 速度在音速5倍以上, 速度更快而且能降低被偵測攔截的機率。 因此, 美國對於中共這項武器系統的發展特別感到憂慮, 並快速展開競爭式實驗。 就在這個問題, 台灣淡江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生雜文指出, 中美軍備競賽已在亞洲產生連鎖反映, 尤其是在東北亞地區, 區域內的朝鮮半島和台海, 一直被視為有潛在戰爭危險的兩個人爆點, 周邊國家加強軍備的動機, 或是為了應對中共的軍力擴張, 或是為了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更有的是基於內政和外交的需求。 美國參議院10月27日宣布, 關於徵收富豪稅和最低企業稅的提案。 此後,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了對徵稅的不滿。 她說, 美國國債約為28.9萬億美元, 每個納稅人分擔22.9萬美元。 即使對所有一萬富翁徵收100%的稅, 也只會對這數字產生很少的影響。 因此很明顯, 其餘的必須來自公眾, 這是基礎數學。 支出方案才是真正問題, 根據他們自己的估計。 這行稅收僅能支付3.5萬億美元支出帳單的10%左右。 剩下的90%來自哪裡? 答案是你。 馬斯克在福布斯實時英萬富豪榜上排名第一, 截止10月27日, 他的財富為2750億美元。 同日, 當被問及馬斯克對異議稅收的批評時, 白宮新聞秘書沙奇說, 我們對任何反對者的回應是, 我們相信最高收入的美國人能支付更多費用來進行歷史性投資。 這對全國人民都有淨利益。 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提案要求對美國約700名淨資產超過10億美元, 或連續3年連收超過1億美元的納稅人開徵付學稅, 以支付民主黨萬億級別的支出法案的部分禁額。 但這個提案遭到了一些民主黨人的平靜。 批評者包括來自馬薩朱塞州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李查德, 他認為這提案的實施具有挑戰性。 華爾街日報認為, 這萬付用稅可能會面臨法律挑戰。 律師可能會辯稱, 對尚未實現的資本收益證稅, 不屬於美國憲法第16條修正案所允許的所得稅範圍。 這節的新聞報導仍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